歷史是什麼呢 他應該是所有人民的共同記憶 而不是寫在教科書上的情節 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 鼓勵全民加入口述生命史的行列 包括遠流出版社的董事長王榮文 資深藝人孫悅 漫畫家蕭妍忠還有歌手陳生 都率先錄製了自己和家族的生命故事 王榮文他就回憶說 他的媽媽勢字不多 有一次他要去繳稅 卻被公務員刁難 從此媽媽勵志要栽培每一個小孩 從社會底層翻身 這麼多人生的故事匯集起來 就是臺灣的故事 記得這根大雞腿嗎 不記得 其實是你四個月大的玩具 這根雞腿玩具 常常是我想起小時候的你 幸好你又把它留下來 對啊 說要擔任文化部 國民記憶庫的行動大使 王榮文不只是帶著女兒一起翻開成長回憶 還有曾帶給老母親衝擊的往事 我媽媽在我自己一歲兩歲的時候 她背著我走15公里的路 那是1950年吧 去到離我們家 離義足15公里的瀑子鎮 去繳一個地價税 背著我 走了15公里到了 瀑子地震事務所 拿著那個單子問公務員說 請問這上面寫要繳多少錢還是怎麼樣 那個公務員把那一張單子就丟在地上說 你不會自己看 這一段心酸往事讓王榮文的老母親 下定決心再苦也要讓孩子們讀書 也間接催收了王榮文的出版王國 你可以想像 她那天繳完錢以後 再背著我 再走三個小時的路 要回到家裡 我自己用小說的想像 用文學的想像 去想那個孤獨的旅程 一個悲憤的媽媽 她暗暗在替自己發誓或者立志 說我這輩子自己不能讀書 我要我所有的小孩 只要他們能夠讀書 如果能夠讀到哪個程度 我拼死拼活也都要幫助她 和王榮文一樣 坎坎而談生命故事的還有資深藝人孫悅 母親在我15歲的時候 其實在我心裡來講 我已經沒有家了 因為父親遺棄了我們 當你自己的母親去世了以後 對我來講的話 我的家破碎了 可是我需要尋找的是一個團體 青年軍 我這些同學 就是我們的一個團體 威威道來 從母親過世後進入軍隊 輾轉投身戲劇 電影 最後全新奉獻公益的生命歷程 此外漫畫家蕭妍忠 和歌手陳生的深度訪談 也一一收錄在國民記憶庫中 跟阿森認識的是多年下來 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 我有兩個BB彈的槍喔 那比看誰厲害 讓我們分享彼此精彩的地方 把我們的故事統統都說出來 國民記憶庫推動以來 已搜錄三千多段個人生命史 為了還要透過全台61處故事搜錄站 故事行動列車 進入更多不同的生命軌跡 也渴望成為電影或出版的創作題材 大家一起來分享 大家一起來分享 大家一起來分享